Hello,大家好,我是大聪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书的习惯 结合这个读书日 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 如果你是科幻迷 一定不会对阿斯科拉克陌生 阿斯科拉克和阿希莫夫 海因莱因同为科幻文学三巨头 属于科幻界的元族级别人物 阿斯科拉克的小说呢 大部分属于硬科幻类型 故事的视野呢也特别宏大 而且饱含了人文关怀 科拉克的科幻小说也成功预言了 当今人类很多的事件和活动 比如人类登月啊 互联网啊 搜索引擎啊 地球通讯卫星等等 在1986年时 阿斯科拉克还拥护了 星云科幻大师终生成就家 8008年他去世的时候 甚至还标志着 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结束 同时阿斯科拉克的书迷也非常的多 其中我们的刘慈欣老师 就多次对阿斯科拉克的小说做过推荐 尤其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本 如果你看过刘慈欣老师 和阿斯科拉克两个人的小说 你就能感觉到 刘慈欣老师的小说的故事背景和风格 多少有一些阿斯科拉克的气质 同属于硬科幻的质地 那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 阿斯科拉克众多神作中的一本 名字叫 与拉玛相会 这本书当时还获得了 余果奖和星云奖等很多奖项 这些奖项都是科幻界的奥斯卡级列的 这本书出版于1973年 出版之后随即引起了轰动 与拉玛相会呢 随着时间的沈殿 后来也渐渐被世人称为神作 影响到了后面很多人 创作科幻作品的思维 包括影视界斯坦里库布里克 他其中也拍了 克拉克的《阿联理一太空漫游》 还有克里斯多佛诺兰 他在作品《星际传业》中 最后的太空援助的库布站 就是从拉玛相会中吸取的灵感 与拉玛相会的这本小说成功之后 阿斯科拉克在之后的几十年 又相继出版了拉玛续集 分别是《拉玛二号》 《拉玛花园》和《拉玛飞船揭秘》 这四本书一起都叫做《拉玛系列》 哦对了 在2018年的时候 拉玛系列呢 做了一次重大的中文更名 与拉玛相会呢 改成了与《罗魔相会》 坦白讲 更名之后我当时也挺排斥的 因为叫了十几年的拉玛 现在改成了《罗魔》 肯定是不习惯的 但可以确定的是 翻译文学作品这件事情 一定不会是越翻译越不靠谱 而是越翻译越接近原著的精髓 首先大家要知道 罗魔 他是来自印度神话的一个神 印度两大史诗之一 罗魔衍娜的主人公就是罗魔 而拉玛这个称呼呢 让人更多的想到 是泰国的拉玛王朝 不过泰国拉玛这个称号呢 源头也是来自于印度的罗魔 而且啊 阿斯科拉克在六十年代之后 就去了斯里兰卡生活 一直到世事都在那 克拉克深受印度佛教的影响 所以综合起来 确实最新版本 《语罗魔相会》 更接近于小说要表达的意境 那么接下来我已知俱进 那就改口叫《语罗魔相会》 那到现在为止 《语罗魔相会》 还没有相关的影视作品 我其实呢也很纳闷 按理说《语罗魔相会》 这个系列是非常好改编成影视作品的 首先呢 《语罗魔》系列一共有四本小说 正好对应了 如今影视作品要拍续集啊 要做电影宇宙的流行风向 这个《语罗魔》系列呢 就能做四部电影了 甚至最经典的第一部 《语罗魔相会》 就能分为上下两部电影完成 因为这个故事的中间正好可以以原住海南北两个地方作为剧情的分割点 所以这整个《语罗魔》系列 我是真的非常希望看到有一天能拍成影视作品的 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这部小说的伟大 好终于说到重点了 那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解读这部神作《语罗魔相会》 与《语罗魔相会》的故事背景放在未来 人类每隔几十年就会受到地球之外的陨石的撞击 在2077年的时候 一颗陨石撞击了地球欧洲的北部 有60万人在这场天灾中丧生 之后人类下定决心 启动了太空卫视计划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计算对地球有威胁的小行星和陨石 并提早做好防护部署 时间到了2131年时 人类的太空卫视计划已经非常发达 能计算出太阳系中很多小行星和陨石的轨道和速度 也就在这时 人们发现了一个编号为439的小行星在木星附近 439行星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是因为它极快的速度和引力差 然后439有了正式的科学名字 叫罗魔 于是人们开始观测这颗不寻常的罗魔行星 却惊人发现 罗魔虽然也和其他行星一样有自转 但罗魔的自转达到了每小时1000公里 也就是4分钟自转一次 为了满足好奇 科学家发射了无人探测机前去观察罗魔 结果探测机发回来的图像震惊全人类 原来罗魔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小行星或者陨石 而是像原柱体一样光滑的天体 也就是说 终于人类首次发现了外星生命制造的非天然物体 与此同时 探测机还绘制了罗魔的运行轨迹 它的目标是直冲太阳 而且罗魔的质量非常轻 这只有一个解释 罗魔里面是空星的 于是人类派出了载人飞船去研究罗魔 指挥这次考察工作的船长叫诺顿 经过了漫长的太空航行 飞船艰难地停靠在罗魔北极表面 而因为罗魔正在不断靠近太阳 所以留给诺顿考察罗魔的时间只有三周 起初诺顿他们进行了不外出测试 但罗魔对无线电地震仪的设备完全都没有任何反应 如同死亡 于是诺顿他们决定出舱考察 很快诺顿他们发现了一个金属的轮毂 于是他旋转起轮毂 原本封闭的罗魔外墙开始移动 这也意味着人类开始首次打开了外星生命的潘多拉河 人类这边也召开会议 讨论是否进入罗魔内部 如果进入发现外星生命 对人类的结果无非两种 一种好一种坏 经过地球人水星人月球人火星人等激烈讨论之后 最终决定让诺顿进入罗魔内部 诺顿进入之后再次震撼人类的事情发生了 罗魔内部是环状的世界 里面有建筑有道路还有海 环形世界的中间有一条冰封的圆珠海 罗魔整个内部的空间有50公里长16公里宽 此时诺顿他们站在北端 一眼望不到尽头 经过诺顿和科学家的汇报会议 科学家把目前发现的以圆珠海以北的罗魔城市 取名为巴黎 圆珠海远处的一个城市取名为纽约 就目前第一次考察的结果 科学家认为罗魔是一艘太空方舟 根据运行速度如果一直不变 科学家推算出了罗魔几百万年前的运行轨道 罗魔上一次经过一颗类似于太阳的恒星 是在20多万年前左右 月球人此时分析 当初罗魔人或许要逃避母星的灾难 进行了宇宙远航殖民 但在还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星球前 罗魔方舟就已经资源消耗殆尽 也就是说罗魔人已经灭亡 而最有生存优患意识的水星人则警告全人类不能掉以轻刑 最终罗魔委员会判定罗魔人已经灭绝 罗魔方舟只是一个自动导航的飞船 但对于人类来说 证明了在这茫茫宇宙人类并不孤独 而且罗魔飞船非常具有考察价值 之后 诺顿的探测继续进行 他们发现越靠近罗魔内部 重力也开始增加 而且还有少量的氧气 甚至达到了可以供人类呼吸的程度 这些罗魔内部的建筑的年龄 比地球上的任何人类建筑都要古老 但外观看起来却很新 完全没有被磨损和附着的迹象 不久 考察队员到了援助海 对杰勒宾的海进行了分析 发现水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就连单细胞核的生命体都没有 与此同时 地球那边探测出罗魔已经靠近金星 太阳对罗魔表面的照射温度能达到500多度 经过演算 科学家分析出罗魔随时会产生预风等灾难性天气 并要求在罗魔内部的船员们做好避难准备 果然 圆柱海开始破冰融化 原本昏暗的罗魔内部开始迎来了光亮和苏醒 很快 圆柱海的海水被日照蒸发 变成了雾气快速上升到罗魔内部上空 变成了云朵 然后开始形成了恶劣的天气 诺登他们只能暂停考察 而此时地球的罗魔委员会分歧越来越大 水星人觉得罗魔如此快形成气候 对人类来说非常危险 必须改变对罗魔放任的态度 但其他人都觉得水星人太奇人柔天 水星人之所以如此敏感 是因为当初人类殖民水星时 水星是最难攻克的星球 这也造成了水星人的坚韧顽固 生于柔缓死于安乐的基因 两天后罗魔风暴停止 诺登他们恢复勘察 结果让他们震惊的是 圆柱海居然有了瀑布 但在这样罗魔内部的引力场是做不到产生瀑布的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再次分析圆柱海的水 居然发现了生命迹象 类似于早期地球诞生的单细胞等浮游生物 也就是说 罗魔内部等于通过一场两天的风暴吸力 完成了地球需要花几亿年的时间 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状态 这到底是罗魔飞船自动化的结果 还是罗魔人在暗中操作呢 按照这样的进程 人类真的无法想象接下来罗魔内部会进化到什么程度 为了尽快勘察完 诺诺他们乘船越过了圆柱海 在海中央 船员们到达了他们取名的纽约城 结果他们发现这座纽约城的建筑 更像是一个大型工厂机器 这个机器工作的原料来源 基本就是从海里摄取 那么问题来了 纽约工厂机器在制造什么 科学家很快有了大胆的猜测 或许工厂制造的就是罗魔人自己 诺诺他们离开远处海的纽约岛 继续开向南端 这时他们发现有一个500米高的大坝高墙堵住了去路 原来高墙后面才是真正的罗魔南部 面对再次未知的领域 为了保存实力 他们决定指派一名中士做飞行器 去快速考察罗魔南部 起初大家通过飞行器接收回来的画面 看到南部有一个巨型的中央轴心塔 沿着中央轴延伸出去 就在中士想靠近轴心塔时 飞行器被莫名的闪电击中 飞行器损毁 中士跳出飞行器自救 由于罗魔重力不大 中士坠向地面并无大碍 接着中士看到了一些类似于螃蟹的机器 他们正在研究并拆解消化了坠毁的飞行器 但这些螃蟹机器对中士并不感兴趣 等到这些螃蟹机器把飞行器完全拆解吸收后 他们就自行离开 留下了蒙圈的中士 诺顿这边为了救中士 到了大坝高墙悬崖边上 中士在走到高墙边缘时看到南部的全貌 南端更像是一个广阔的农场 接着中士从南部高墙顶端跳入圆珠海 被诺顿他们救上 而这时海上出现了一个巨型的生化机器 又很快消失 这时诺顿他们才意识到 罗魔内部开始自我组装合并生物 接着诺顿他们遇到了更多怪事 比如他们发现更多蜘蛛形状的生化机器出现 研究人类带过来的机械装备 但对人类的肉体并不感兴趣 这时人类开始感到越来越不安 而水星人更是瞒着委员会 向罗魔发射了一枚核弹 等核弹进入不可逆的轨道后 才公开这个秘密 并向在罗魔上的诺顿他们发出警告 让他们尽快离开罗魔 水星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 他们已经觉得罗魔人并没有灭亡 此前罗魔飞船只是在沉睡阶段 现在他们正在逐渐苏醒 而更可怕的是 罗魔飞船很快就会到近日点 到时罗魔可能会依靠太阳的吸引力 转变成太阳系新的轨道行星 如果这些事情都发生 那么就等于罗魔人和人类要共享一个太阳系 之后一定会发生不可避免的争夺 甚至带给人类灭亡的威胁 此时面临水星人的核打击警告 诺顿陷入了两难 因为他知道水星的分析只是推测 罗魔飞船有可能变成太阳系的 一颗新的星球威胁到人类 但也有可能罗魔飞船最终离开太阳系 但现在的水星人这么做 会导致罗魔人种族的灭绝 面对道义的两难 最终诺顿决定挽救罗魔 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派宗士去解除了水星人的炸弹 让炸弹失效 救下了罗魔飞船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 就是罗魔飞船的最终目的 到底是留在太阳系还是离开 这些都决定左右了诺顿最后 是成为英雄 还是人类的千古罪人 之后罗魔向着太阳不断靠近 留给诺顿考察罗魔的时间越来越少 最后他们再次发现一个秘密 他们在切开罗魔建筑时 发现建筑内部其实有非常精密的运行仪器 这样的科技远超于人类所能研究的范围 或许如果诺顿在罗魔的时间够长 就能亲自看看罗魔人到底什么样子 但此时罗魔的高温已经不适合诺顿的飞船 诺顿他们只能抱着看淡的遗憾和疑问 离开罗魔飞船 而罗魔飞船不断朝向太阳飞去 之后罗魔突然从匀速变成了加速 并越来越快 此时人类检测出罗魔的最终轨道是飞向太阳 似乎这是一个自杀性的轨道 如果罗魔不变轨还在加速 到时就会彻底被太阳吸引力吸住 烧毁在太阳内 但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当罗魔到达太阳边缘时 罗魔周围出现了一层不明的保护层 这保护层甚至影响到了太阳周围的磁场 而罗魔还在不断加速 穿进了太阳的外围层 然后很快又从太阳中出来 继续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 背离太阳 离开太阳系 现在人类终于明白 罗魔飞向太阳 只是要吸取太阳的能量 然后转化成罗魔飞船的动力 而罗魔的最终目的也不是太阳系 而是一个人类并不知道的目的地 至此 人类对罗魔的一场遗憾 但惊险的探险结束了 但在这场罗魔和人类相会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人类面对未知的恐惧 迷茫 敌视 猜疑 同时罗魔的到来 也揭开了人形中的闪光与阴暗 人类的那些互相算计 英勇 无知 都被罗魔抛在了遥远的后头 最终留给人类的是人类自己的问题 人类在面对未知威胁时 是能更团结 还是陷入更混乱呢 2020年当下 我们全人类同样面对着一个未知的新冠病毒 面对一次全人类的疫情挑战 是能更团结 还是陷入更混乱呢 是否与罗魔相会已经给出了一些答案和思考呢 好 与罗魔相会推荐给大家 喜欢节目的小伙伴 最后别忘了点赞转发 关注素质三连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做原创最强的动力 我是大聪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